而在亚洲的日本 防控形势也不容乐观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截止北京时间12号19点50分的统计 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升至6748例 当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 将把避免前往闹市区 这一要求的试用范围扩展到全国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范围蔓延的形势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中日两国患难与共守望相助 开展了一系列抗疫合作 据悉目前我国在日本 有约11万留学人员 疫情当前 中国驻日本使领馆 向有急需的学生 发放口罩等防护用品 为短期内无法回国的毕业生 低价提供酒店或宿舍等 近期 使馆还将向更多的留日学子 发放包括口罩和药品 在内的健康包 帮助他们更好地做好防护 11号上午 1万份留学生健康包 抵达日本大阪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何振良 通过视频连线领区 30多所大学的留学生代表 对健康包进行了云端交接 西日本地区 中国留学人员 友好联谊会会长张希希表示 感谢祖国的关怀 学友会将负责把充满爱心的健康包 转交到需要的同学手中 感谢祖国的关係 就这么做了 感谢祖国的关係